您的女儿流泪了 真的是心疼爸爸 怀念妈妈 是这样吗 一个人真的有寂寞 我爸又给感冒了 然后跟我说 我哥那儿来的 我就没回去 给我妈吃了 我说我这回不去 我不想给你订个外卖啥的吧 赶快过年 订个外卖挺难 后来爸给我打电话说 我自己下楼卖的不用你 因为我爸就是 那时候结婚还找我孩子 没有实际 其实你那些人非常的纠结 就感觉自己不能分身 这时候不能够照顾 不能去照顾他 然后跟孩子的姨儿 真挺寂寞 你就看那姨儿哥家 也就差低什么的 挺难什么 挺心疼的 再孝顺也不能说 一个电话马上能到 他都不说不孝顺 要我姑娘就希望我早一 说妈 你看我再孝顺 不能总陪着你 对 一个人吃饭什么感觉 对不都知道 两个人吃饭什么感觉 你自己作为再想 你都不爱吃 他两个人说 你作为不好吃 两人都吃 互相埋怨埋怨就吃了 该吃也都吃了 你就说有话呢 就吵架还得有个姨儿呢 真是那为止 姨儿身长真没意思了 对 你还不及那种劲儿 你谁离谁都能活 但是你这个年龄 你特别感冒 对 两人不能一起有病 还有去年发烧 我都没有姨儿 把姨儿 这那种姿势可能还说 去年我就绝对说早姨儿 病的时候说姨妈让自己上医院 刚刚咱们女嘉宾也 你在听到她女儿讲话的过程当中 你也流泪了 你也感受过这种孤独是吧 发烧了都没人给倒水 我也是那种感觉 一点都想做饭 就糊弄 吃不吃都行那种感觉 没有 就是去小妈她家人多 那种热闹 想吃饭那种感觉 没有 你 当你来到妹妹家的时候 发现一家人 其乐融融地在一块 吃饭 热闹 对 甭管吃的啥 吃的就那么香 对 而当你自己回到家的时候 特别孤独 往那一做 再好的饭菜 没有食欲 是 有的时候在家都不想 不想人家待着 就想上班 上班接触人 还好一些 再见